大家好,我是修水技华 今天到来看一下 这个新粉丝机修的能瓦斯技进水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可以看到 里面有亮点,所以说明进水 现在这个故障是没有信号 然后我们插个卡看一下是不是 不读卡还是无信号 好,我们准备一张可以用的卡插进去 好,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读卡的,这里显示无服务 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创码 新锦06锦,这个有创码 然后检查一下基带 基带版本也有,基带版本也有 接下来我们又准备拆开维修 马上开了,说下个视频出去 后盖已经加热起开 打开以后我们发现这手机被拆过 被修过,但不知道修过哪里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刀子拿掉 好,主板拿下以后我们发现 这主板净水不是很严重 只要不是很严重 100%可以把它修好 它没信号主要是这里面 这个卡槽的背面就是管信号的 这里面我们用风箱锤检查 然后这个修好这个里面刷尺导吧 因为时间丢夕 双击关注 经检查这个功放散坏 然后我们换了个功放 然后中平这些处理一下 因为它是进水的,有些氧化的地方处理一下 然后我们准备装机测试 修好以后我们把屏蔽罩又装回去 然后这样看上去更美观 不要 这个有些它就不装屏蔽罩 看着这个主板整个主板就比较的 这边修好以后我们把这个屏蔽罩重新装回 一般我修的好修法都把屏蔽罩装回去 因为一张看着更美观 然后这就是细节竭定成败 还是那句话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机测试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大铁的罩子扣好 然后装上 然后天线特好准备插卡测试 插进去然后开机 等待进入系统 这个4G信号满格 中国电信4G信号满格 我们打电话试一下 1万号 打电话可以打 你好 可以打 还没 还没修复 双击加关注感谢支持 马上给老体装好 继续回去